時代力量黨團二十七號上午 召開記者會針對原文會及原師 經常遭受政治干預與關切 提出原住民族文化傳播法 令委稿路一用表示 希望第九屆第二會期結束前送進立法院 讓原住民族公共媒體更為獨立自主 時代力量提出原傳法要求董監事 領選公開透明執行長必須公開甄選 強調確保員工董事能夠具體反映 工會意見 時代力量黨團表示 政黨政治針對新聞內容若關切過當 不但影響新聞自主 更會出現寒蟬效應 原民會二十七號下午也對此表示 將支持確保原住民族媒體 獨立自主的立法或政策相關推動 並將儘速把先前已完成 研擬的初步法案 跟立法委員所提的版本 逐一相互檢視 讓原住民族媒體邁入 另一個更為專業橫評獨立自主的發展 記者烏曼徐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